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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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带给大家经验 成熟稳重 话也很少不会去争锋 但是该到自己彰显自身魅力的时候 也毫不退缩畏惧 也正是因为 如此这样性格的王一博 所以才能够不断地吸引粉丝 很多妈妈粉阿姨粉 会把这种博士的成长和教育 放在自己孩子身上 希望自己家的孩子 也能够长成像王一博这样优秀 甚至很多年轻的粉丝 也经常在妈妈粉 和女友粉之间随意切换 这种不是被她舞台上 一个简单的跳舞动作 一个帅气的摩托车 身影锁圈的粉 而是在她的身上看到了 一种极致的坚持和自律 是帅真 是坦诚 是难能可贵 是不可多得 明明是那样一个高冷的人 但是总是能够在各种小细节处 打动人心 总是能够在细节处圈粉 其实话很少 但是该做出的努力和行动 缺一点也不会少 王一博之人间铁拳系列 一句话让女嘉宾集体震惊 粉丝 这很博哥看似成熟冷漠的一个人 也会有孩子去的一面 也会被他可爱到 保持着心中这份不曾改变的少年感和孩子心 也是大家在他身上看到的所谓的矛盾的融洽和融合 在外面的任何一个场合 他和不熟悉的人都是属于慢热的熟悉之后 会发现狮子座的大男孩 其实也是有着自己天真可爱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着骨子里的大男子主意 但是在天天向上这个舞台上 他却展现出来完全不同的一面 在这里他有一种回到家一般的轻松的感觉 因为有天麻的偏爱 有哥哥们的失宠 作为舞台上的老妖 他受到的偏爱真的可以让他一瞬间 回到他这个年纪 应该有的那份轻松自在 不断的被哥哥们cue 镜头也越来越多 虽然不会主动强化 但是也会问出自一些自己的疑问 当每次被cue到学习新技能 或者是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也都是非常真诚的来回应 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里面 我们又看到了 王一博人间清醒系列的真实模样 和女嘉宾们互动的时候 汪涵老师再一次cue到一博 如果未来女朋友撒娇 他会怎么办 前锋和大张伟还在旁边凑热闹 不疼我你不宠我 结果酷盖考虑了两秒之后 又是一如既往的博士发言 差不多就得了 女嘉宾们听到之后都集体震惊 粉丝在评论区和弹幕区打滴 也非常的切合时宜 不愧是你 这确实很搏歌 果然是人间铁拳系列 瞬间把你清醒 人间清醒也不过如此 王一博很少和圈内的女孩子接触 这也是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事 每一次在节目上和女嘉宾互动的时候 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其实和女伴跳舞的时候也是避开肢体接触 这份骨子里的教养和修养也是相当圈粉的 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钢铁直男的表现 但是对于一些喜欢她的摩托姐姐来说 即使是缺点也是优点 又何况这只是一种性格而已 又怎么能算是缺点呢 金子招牌 王一博的极致价值 打破圈层模式 开启全新体验 王一博的极致价值 你是否完全明白 说白点就是追求极致的价值观 这是当下社会快速发展趋势下 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态度 王一博在自己20岁的时候曾说过 任何事情做到极致就是艺术 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 同样也在践行 她是个追求极致的人 却从未想过完美 做到自己心中的极致就足够了 就是冲着这个点 我们越发觉得她身上透出的匠人精神在 挺难得在这么一个年纪 会有着老黄牛的韧静在 她其实是个内敛含蓄之人 并非舞台上那般的激情与热血 但是在她追求热爱的事情中 能够遵循自我内心 释放燃烧自己 有些人冥冥不起眼 不说一句话 不做任何事 却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这便是内在气场的强大 如今王一博这三个字 如同金子招牌一般 早就读书一致 成为了新时代的一个年轻化的标志 从出圈到破圈 凭借自身实力跟魅力 她打破了圈层壁垒 让跨圈完美融合 身处于娱乐圈 却让街舞圈顺利融入近来 并且出彩地发展 让小众的摩托车圈步入大众事业 关注度提升 也让她的魅力得到的诠释 滑板圈的潮流元素 被她深入了解后 更是推广开来 也为她的事业拓展开来 每一次的跨圈都是一次破圈的经验亮相 这是所有人都不急的一点 更是让人心生极度的地方 为何这种极致价值 会在她这里得到全面的改变 其他人却无法匹敌 只因热爱这么简单吗 不是吧 当然不是 极致价值的体现 必然是得天时地理缘和的 一 热血少年 追求热爱的事物便会释放自我 纯粹的热爱 专注的投入 让人感受到 才会被关注 二 强大的凝聚力 流量的号召力 人们对其喜爱的程度 才会让这份极致价值被认可 三 资本的力量 这个更多的是资本的注入与加持 品牌形象与调性的匹配 助攻了她的影响力 环环相扣 才会成就了如今王一博的金字招牌 说她是掌握财富秘密钥匙的人 不过是她商业价值体现 说她强大的流量号召力 不过是她个人价值的输出表现 她的极致价值 更多的是在于她的颜值 加个人魅力加实力的同步输出 就是这种的全新风格 造就了真未顶流大事的读书一致 她足够个性化的一面 因为独特才被人非议 因为非议才被认可 越是沉默寡言的默默付出 越是不争不抢的低调作风 才会被看好 最始至终 你会发现 默然回首 你会惊叹于命运的精准安排 清晰地看到每一个节点之间的联系 从而会对人生与未来肃然起敬 每一位顶流的出现 都是有存在的意义 我们都能从中找到一个共鸣点 就是与众不同 追求极致 必成经典 不要嘲笑人家的万千宠爱 与千疮百孔 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更是我们永远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